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段时间也是进行了一些恶补 补完之后还发现很多视频没有做 后续也会陆续给大家做一个更新 这一次分享的这款黑豹 个人拿到手的一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 盒子方面整个的盒子是王国系列的一个盒子 正面的一个野兽形态 这一次是一个人形形态 由于这一次是换色换头雕 所以说本身还是比较吸引我的 也是想了想就直接和黄蜂一起在仲序家购入的 这个盒子包装是稍微有些合压 然后可以看到3C的一个标志 纸品方面一张说明 一张免责申请 可以看到王国加强级的黑豹 它这一次的头雕改的还是非常有灵性的 我这一次抽中的卡非常喜欢 是一个宇宙大地的人形形态 很帅气 然后里面的内容是一个宇宙大地吞噬赛博坦星球的一个造型 对于玩具主体来说 一开始我是没怎么在意 但是整个的一个人形的头雕更换之后和配色方面 换了之后确实是独有一番风味 我确实觉得黑色看起来的质感会更好一些 那拿到手通体是黑色 除了链接这个部分有一些黄色的关节和后腿位置的一些银色的涂装 整个的黑色还确实是很漂亮 眼睛部分是一个红色的涂装 嘴部可以张开但是没有细节刻画 我本身是想涂一点银色的牙齿 又觉得这个银色牙齿涂完是不是有点突兀 就没动 那整个的一个豹子的纹路刻画 我之前在黄豹的时候我就说过 它这个瘦型很漂亮 该有的一个活动性 腿部的一些活动的关节 包括脚踝的部分的这些爪子的活动关节 我认为都还不错 包括后腿部分的一些活动性 只不过这个银色的部分 有点外露 还有这个连接的关节 但是无伤大牙 整体的黑色来说 一体性还是比较强的 这个豹子形态 我觉得要比黄豹 可能会更讨喜一些 因为整体黑色压出来的一个效果就会很好 那接下来也不废话 就简单来给各位进行一个变形 我今天的运气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 不小心手也被划伤了 这是它的武器 这个武器的插孔非常紧 这个地方有几个维度卡扣 我们把它解锁开就行 先解锁胸脯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倒钩卡扣的 这个倒钩卡扣压一下 把手臂整个的位置放下来 整个的手部也就非常成型了 这两片给它包住 由于是一款变形比较简单的玩具 所以说也没有过多要讲解的地方 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会跟各位说 但是目前这个黑豹的位置上 我还没有遇到说 特别说需要注意 或者是有些关节上面的问题 但是黄蜂上面 我确实是中了一个大奖 一会儿做黄蜂的时候 也会跟各位提起一下 手臂的关节适当的做一个旋转 包括手腕的关节 做到一个相应位置点就可以 这一侧我们也是做一个同样的旋转 这一侧的一个原始兽标志 还真的是很好看 那就是抱头这个位置 抱头这个位置 我觉得相比于黄豹之前的版本来说 这个要轻松不少 首先抱头抬起来 然后沿着斜角度斜着打 把嘴部张开 刚才为什么要把嘴部合上呢 它里面是有一个小小的卡槽 斜着把这个地方卡进去 这个卡扣就不会出现磨损的现象 头部往上抬通过球形关节 把它旋转到正面 然后后背的部分往里做一个收纳 可能很多朋友也没有看过 我之前黄豹那期防止断卡扣的视频 在此我就再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 它怎么样防止断卡扣 首先实力简是把黄豹要往外的一个实力 这个地方稍稍抬起来 避免这个卡扣和脖子这个位置有一个阻挡 然后稍稍往上抬一点 这个卡扣就非常完整的给它保护住了 这就是这款玩具的唯一一个防止怕断卡扣的一个点 然后把武器安插上去 腰部的卡扣两侧做一个收纳 调整一下手臂的一个造型 这款黑豹就算是完成 黑豹的人形也算是格外出彩 这个世界初版本是有一个黑豹的设定 就是类似于原始兽的一个侦察员 它的模具是黄豹一样的一个模具 但是它的头雕是当时的世界初是有一个翻转头雕 一个黄豹正常脸 一个是这种野兽的脸 而这一次的这个黑豹版本是直接做成这种野兽的脸 确实是属于两个派系 感觉这个气质上立马就不一样了 涂装上面来说还凑合 眼睛部分是有单独的一个分色 然后面罩的部分是银色的涂装 牙齿部分也是做出了这种细节的刻画 下面也有这种像牙齿的一个感觉 后面是有黄色的点缀 整个的关节的紧实度来说 我觉得稍微偏紧一些 腰部是可以旋转 腰部的一个关节也是偏紧 裆部这个位置是有银色的涂装 这一片是可以打开的 手臂的部分正常的一个活动关节什么都没有问题 这个外摆的部分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关节 手肘的这个位置可能第一次把玩的时候会偏紧一些 小臂的部分有银色的一个涂装 包括武器的部分也是有银色的涂装 这一侧的这个原始兽的标志非常传神 我觉得很好看 一个紫色原始兽标志非常点提 肩膀的这个分色和脖子这个位置的分色稍微是有一些衔接 我也没觉得很突兀 腿部前踢还可以 后踢由于造型影响只能做到这 侧踢也是造型影响只能做到这 整个的腿部可以支持平转 屈膝也算是一个中规中矩 脚步前踢后踢望里有一定的接地性 整个的一个紧实度控制的还好 而且整个的配色方面来说 拿到手的一个感觉确实不赖也挺好看的 所以说这款如果说价位后续会降得很低的时候 买一个玩一玩也可以 或者你就是很喜欢野兽形态 这款野兽形态呢我觉得做的是真的挺不错的 也是挺推荐给各位的 等降价呢一个合适的价格去购入它是比较合适的 近期呢我也是补了很多王国重途的野兽角色 包括那个钢索啊闹翻天啊 我都是补了一下 所以说后续呢有时间的话 也会把这几个异色版本啊 来跟大家做一个视频分享 我是真的挺喜欢这款作品的 好了那今天视频啊就做到这儿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